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舞台 而我们的舞台在这里 当油门踩下的那一刻起 我导演的戏就开始了 也许某一天我们会在路上相遇 你愿意成为我们的演员吗 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梦想秀的舞台 好戏又要开始 加油 大家好 董伯阿长 各位好 先介绍一下 我们是公交司机 这么帅的公交司机啊 但是你们手上拿的又是新闻媒体 我们喜欢在业余时间拍摄一些影视作品 今天我们有带来啊 是啊 布布老师 你要看吗 想不想看 如果我说我不想看 你们会放过我吧 肯定想看的了 一定必须要看 这个由杭州公交普通司机组成的拍摄团队 成立于2009年 最初只是因为试试看新手机的像素 而随意拍摄的四格漫画上传网络 没想到这些照片 竟在网络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这让每天开四圈半固定路线 起早贪黑的几位公交司机 突然找到了乐趣 这之后 他们在网友的建议下 开始拍摄视频短片 从公交囧市到乌龙写字楼 从阿贝哥说公交到巴士京员 几位公交司机用这样的方式 让单调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训练 你可不可以帮忙 你可不可以帮忙 我可以帮忙帮忙 我给你帮忙帮忙 我都不太多 以为你帮忙 我帮忙帮忙 我给他帮忙 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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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忙 你帮忙 这四位兄弟 他们的生活 工作虽然平淡 但是平淡中 他们在寻找生活的乐趣 而且很有智慧 聪明 可爱 是吧 可是重点是 你们好像都找别人演 是的 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 还有那些就是在 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粉丝吧 我们拥有一个 数量相当庞大的粉丝团 多少大概 多少 目前还没统计过 已经多到无法统计 我们最多一次拍摄现场 来过46个人 OK 今天为我们表演什么节目 一首歌曲 笨小孩 我们公交版的 自己改编的 OK 等一下 波波老师 我们先把机器建一下 没事 把那个拖帕交给我 让我看 红圈的 很专业嘛 那么谁唱呢 我们一起唱 你们一起唱 在那个 把那个灯打开 那个灯好玩的 这会不会影响到现场效果 那你戴上来干什么呢 哦 摆样子 OK 开始 哦 美丽的城市里 有一群本小孩 出生在七零年代 又代班又平淡 旗很早 随很晚 奔波在公交展开 最温暗 乘客的理解和家人的陪伴 只求幸福和平安 哎呀 打开 哎呀 打开 哎呀 打开 前门开一开 呀 心快跳出来 不敢低了过来 哎呀 看着刹车踩一踩啊 用力踩一踩 老婆踩了出来 哦 某一个休息天 这一群本小孩 开心的聚在一块 拍漫画 拍视频 说公交送 把会儿全部都拍了出来 本小孩 快乐得像天真的孩子一般 只是心里 激动奶奶 哎呀 躺着机器拍一拍 啊 招心摆起来 朋友为了过来 哎呀 扛着机器拍一拍 啊 努力摆起来 情愿拍了出来 老婆爱笨小孩 很有情趣 但是节目的破坏程度实在太大了 所以这个我们拿卖的那个 啊 兄弟啊 你这个是拿卖还是在做木枪洗刷是不是 还没我们拿拿拿DV的这个 哪有你这样拍的 这个拍都是案发现场才这样拍的 关于你们谁的老婆是 踩出来的 我 现在病情怎么样 就就 怎么踩 还可以 呃 因为我伸手挡住了她 哦 你紧急刹车 老婆撞到你身上 然后你们一见钟情就相爱了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吧 所以你常常三步时就捡起刹车 对不对 只要有漂亮的女生上来 她就 只要女生 啊 到最后老婆再把刹车 别来这一趟 好 有意思哦 一踩定情缘 那天发生了什么情况 就是一个出租车嘛 抢道 必然来不及了啊 只能一脚急刹车嘛 如果我不采取措施去拉他一把的话 他肯定 头肯定是撞在那个头臂箱上面了 然后你呢 当时伸手去拉了他一下 这时候英雄的手破了吧 当时反正什么也没想吧 只是想 他一旦受伤的话 我要负全责呀 这个男人你看 他可以电闪 零零之间他可以想到 细思量 他想规避责任 他想规避责任 想不到 没想到 没想到要对这个人负一生的责 他也是脚上那双高跟鞋嘛 因为这样一摔以后 一个根断掉了 那后来你就帮他去修鞋了 也不是修鞋 我就说你这样吧 给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休息天的时候陪你一双 陪你去买一双 陪你 要陪就陪一辈子 好 好玩的浪漫的 好可爱 那么这位兄弟 你有没有什么 是饼干 递上来那位 你们好像都有情节的嘛 对 我们都有巴士情缘 哇 那你们的爱情开始 都是蛮变态的嘛 一个是壮 一个是胃 好 你什么情况 我是这样 我的妻子呢 那个时候 每天上下班呢 她都会坐我的车 哦 所以呢有一次呢 她很敢不巧 她下班晚了 没坐上我的公交车 怎么办 她坐了后面那辆公交车 然后呢 看不到她 你看不到她 对 她看不到我 你都蛮嗲的嘛 她看不到你 对 然后呢 她就坐过站 她本来想在车站等我 但是呢 没等到我 因为坐过站了嘛 她又走了两站路回家 都是为了你 也 那个时候也不一定嘛 你意思是说你 你当时比较矜持 你太太比较豪迈 是她倒过来盯你的 这个 我觉得现在女孩子 最男孩子很正常啊 那么我们 这位比较高的兄弟 你是 我的家庭是一个公交四驾 哦 我的岳父是 杭州公交六四八路的 一线驾驶员 然后我的爱人是 杭州三百二十五路的 公交车的调度员 哦 调度员 然后我本人是 杭州公交十四路 公交四驶 那么你们家里面吃饭满满 满满 应该是满热闹的 谈的都是线路上 对 那么你跟你太太 哦就是 因为是公交四驾 所以也就理所当然 对吧 门当户的滴滴巴巴 OK 我们这位插窗的兄弟 你讲一下 你是怎么跟你 啊 我没有 有 你到现在还没有 不是 老婆有 那么你什么没有呢 我没有跟他们一样 这些有情缘的故事没有 你就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对 但是他现在有 他现在有 说情况 找对象的时候 他就是有时间没时间 都来坐我车 现在带儿子来坐我车 很温馨对吧 对 只要他们在我身边 我感觉够了 什么都满足了 这是人的婚姻家庭理念 嗯 我很开心 有他们在 我很 踏实 有我们这位这个饼干 我感觉就是 有饼干吃就好 很内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公交司机 每天上班工作比较忙 没什么时间照顾到家里 今天交人来吗 一脚踩 踩出来的 踩出事故来的是 我 你好 哎 哎 这个太太怎么称呼啊 叫她小娟就可以了 小娟 哎 那么我不要叫小娟 不好 叫太太 娟娟 哎 姑姑老师 請谈谈 当时一个急刹车之后 你是以什么样的姿态 躺在你先生的怀抱里的 没有什么姿态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八年了 八年了 公交车司机是一个蛮辛苦的职业 对 公交司机是蛮辛苦的 他们也蛮 蛮累的 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最幸福的就是嫁给他了呀 最开心的是就是那个时候我问我老公 我说你为什么喜欢我 他说缘分是天注定的 他说爱上你不是我的错 是一种幸福的开始 他就这样背一段名人的日记 就把你搞到死了 然后最不幸的就是 谈恋爱的时候天天陪他 晚上跑公交 因为伯伯老师是这样 节假日也蛮少的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长夜班 也就是说天天晚上都是要坐到 末班车 然后没时间去陪他嘛 然后他每天下班以后 就一直坐在我车上 一直陪到我下班 然后多幸福啊 别人都去睡觉了 我们俩却在马路上赶马路谈恋爱 最难过的事情就是 每次情人节的时候 人家是烛光晚餐鲜花 我还是陪他跑公交 你们两个人包这么长一台车 不要太豪华 这是我最近听到最浪漫的事 波波老师我跟你讲 公交车是非常浪漫的地方 你跟我讲干什么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 曾经要追一个女生 我就去坐她的公交车 欢迎收看由国际品质 华人配方 杯美独家冠军播出的 中国梦想秀 不水神器活拳拍拍乳 本来没有活拳拍拍乳 独家特约播出 最梦然有机会体验 活拳法国阿尔卑斯山 雪山矿泉护肤之旅 欢迎登陆微博 微信异性百路贴吧 参与节目实时互通 波波老师我跟你讲 公交车是非常浪漫的地方 你跟我讲干什么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 曾经要追一个女生 我就去坐她的公交车 你就因为这样 我常常迟到 就想这样看一看 对 就看她下车的动作 我每天这样做 做了好一段时间 多长时间 可是她大概知道 我也在好像跟踪她 结果有一天 我就再也找不到她 找不到她 因为她改做出租车 不过那一段时间 我永远忘不了 很青涩又浪漫 而且她也有公交八十千元 那么今天你们到这里来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们的梦想呢 就是想在后续啊 为我们的家人 拍一部喜剧片 赫岁片 然后在杭州某一家影院吧 报一个放映厅 那么观众呢 我们可以邀请 我们身边的朋友 家人 还有一直五年来支持我们的粉丝 来 谢谢 我可以拿我们一个 和《红墨坊大剧院》 500人的座位 可以助为你们的翻译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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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最好 谢谢 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就是 目前最大的困难 就是我们拍摄的资金 我们追求的就是 拍摄的过程 能够真心实意地投入进去 然后和这一帮兄弟们 五年来 六年来 这么多年的感情的兄弟们 一起快乐地拍摄 然后把我们拍摄的那种快乐 带给看我们视频里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个蛮popular 因为有时候拍摄现场人来得多的话 有一次有四十多个人 一起在现场拍 然后他们的吃喝 都是我们四个自己掏药 我们所有的费用 五年一路走过来 都是我们自己平时里节俭下来 然后拿出来 一步步这么拍过来的 有明老头 愿意资助他们 那个拍摄的费用 啊 谢谢 谢谢 这个 谢谢 谢谢 活泉 代表活泉公司 希望捐助就是他们的妻子 四位妻子 未来两年的护肤品 哦 谢谢 谢谢 然后贝英美 贝英美愿意邀请四位 和你们的太太和孩子 参加我们贝英美香港亲自由 然后把这个很温馨 很幸福的画面 用微电影的形式记录下来 OK 非常好 这个费手 请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准 准 备 投票 5 4 3 2 1 开始 欢迎收看由 国际品质华人配方 贝英美独家冠军播出的 中国梦想秀 欢迎登陆微博微信 异性百路贴吧 参与节目实时互通 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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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梦想成真 你们 好吧 快乐 快乐 开心也会流泪的 也会流泪 好吧 只要开心 管它流不流泪 祝贺你们美好的音乐 为你们松醒 感谢这四位平凡的公交司机 为我们带来的不平凡的快乐 因为他们对于工作的热爱 他们收获了爱情与友情 因为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 他们给千千万万网友 带去了欢乐 愿他们的公交贺水片 早日上映